相信大家一定眼睛进过沙,小师妹也是,不过大多数是在盖眼睛眼镜的时候,进沙就超级无敌痛苦了,而遇到这种情况,一般来说揉一温柔,吹一吹就解决了。 但是,如果剪的是沙力铁血等坚硬的颗粒,一旦浸入角膜就很难处理,这个时候就得找医生了,躺在病床上,每次自立以为就是一秒钟的事,直到医生掏出了一根针,前方高能,前次目恐惧症尽快速离开,前方高能,前次目恐惧症尽快速离开,前方高能,前次目恐惧症尽快速离开。 以下是医生视角,首先用针悄悄靠近颗粒,再轻轻把针卡在沙力和角膜缝隙,准备发射,然后趁沙力不注意赶快也没有,原地起飞,没错,就是这么暴力,往期考文推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关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